对啊 他一去我家就吃饭嘛 然后就我妈可能做饭 做了有点咸 她口味比较淡 说这个我就来气 平时我们吃饭 你看我吃咸的吗 你看我吃饭的吗 于是你们家 你妈做什么菜 又辣又咸 不过你在我家吃饭 在我妹妹天气忍一下 我就把她拉过来说 她就说我什么 向着我妈不给她面子 然后就直接摔门就走了 把我和我爸妈晾到里 那她有没有像刚才那样 跟你爸妈说话呢 有啊 我们在一起两个年 她从没骂过 去他们家就凶我 一去你们家就凶我 那就该骂呗 你朋友知道 你过得这么难吗 我知道啊 你还真跟他们说啊 经常就是 灯火碰面也还不是揍我 那还是你惹我生气 我才揍你 不惹我生气 我揍你嘛 你们俩在一起 一般都是她听你的吧 姑娘 她自己没主见 肯定听我的 你们俩当时谁追的谁啊 我追的她 你追的她 那你对她好点 你干嘛要欺负她呀 我刚开始看她挺对眼的 我追她挺喜欢她的 结果在一起 我们想要这么怂 一点都不主见 你是希望她打你是吗 我喜欢她又主见一点 不要什么都我做决定 一般都什么你做决定呢 吃饭谁做决定 吃饭啊 看电影啊 然后还有买什么呀 你需要什么呀 都是我做决定 她这些全都是乱做的决定 她原来告诉我 我哪里乱做决定啊 你告诉我你要减肥 你说 你说 对吧 然后叫我去 出去给你买黄瓜 买生菜 就放冰箱里 我就是要减肥 然后一到饭点就告诉我 我要吃肉 那些生菜和黄瓜 每天买啊 就日复一日越多越多 然后最后她就逼我吃了 让我把它吃掉 那她这个头发这么长 她要梳长头发 你也没头发梳怎么办 去接呗 像你接饭了那么多 没接过吧 没接过 她经常就在家 她让我穿她裙子 跟我化妆 然后拍照 发朋友圈 不是 姑娘你涂什么呀 你让她穿 好玩 你不觉得她长得挺好看的吗 让化妆更好看 比我好看 你打了爷们儿化什么妆啊 你忍受得了这个 忍了 真发了 真发了 我天 你忍受了两年 你今天来干嘛 希望她能够听一下 我对她的那些真心话 因为在家里 我跟她说这些 她直接就是上来打我了 那你今天来 就是想跟她说心里话是吧 对 你想跟她说的是 我要分手还是 就是我先看她能不能改吧 如果她确实不能改的话 我觉得这段感情 没有再走下去的必要了 你敢和我分手 你都已经欺负我两年了 那你欺负两年了 你看还有十年十几年 你还想欺负我一辈子 谈恋不仅是 不是要欺负你吗 要是谈恋不欺负你 结婚的时候你不上天啊 你的意思是 结了婚就可以 她欺负你了是吧 这可以考虑一下 娶她吧 行了你们看怎么办吧 我已经进入秋比特奔卷 我觉得这个男孩子 说你是脾气好 那是好听的 说你不自重 可能又有点重 说的有点严重 我觉得应该说你很享受 你享受被控制的这种快感 你享受着这样的一种 被管理的这样一种状态 这有一句话叫什么呢 就是 羊是把鞭子当成自己的家的 因为只有鞭子抽在她身上的时候 她会知道 哦 是我的家在向我进行召唤 如果有一天 她的身上挨不到鞭子了 她会觉得 哎呀 我丢了 我的家没了 我不知道方向在哪了 所以 如果你意识不到 你在这个其中的享受 才是你的主体部分 然后你还会下一次 别别妞妞的去接受 一个有类似气质的女孩 然后你就会感叹自己的人生 为什么 我的身边的女人 总是野蛮女友 总这么彪悍 其实不是 她们都是这样 不是你命不好 都让你碰上了 是你自个招这个 你自己给予了别人 去羞辱你的机会 然后这个女孩子 我也想说的就是 你们关起门来 我们别人管不着 但是你如果说 那样去对她的父母 那对不起 这叫教养问题 我就说她妈妈 做的饭有点咸 我也没教到她妈妈 做什么呀 你觉得你在人家去做客 人家有人家的风俗习惯 人家有人家的口味 为什么因为一个 陌生的你的进入 你就要立刻让人家 全都服从你 你谁呀 太阳啊 真的爱我 她把我放心上 她肯定会告诉她妈妈 你要真的爱她的话 你为什么不能够 忍耐一下呢 难道爱是单向的吗 难道爱就可以 肆意妄为地去 在对方的家庭当中 为所欲为吗 难道爱是这样的吗 你的教养在哪里呢 也不要做这样 我性格就是这样 我性格比较直 对不起 那不是直 那不是直 那是无知 这是无知 知道吗 不要把无知当天真 如果你的家庭教育 和你上大学 到现在为止 社会教育就成就了你 这样的一种认知的话 那我真的觉得 还挺悲哀的 这个不是我们的悲哀 这是你自己家族的悲哀 是你自己的悲哀 好 谢谢白老师 郑老师